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4年的1月9号 欢迎大家回到韭菜人生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2024年从开年到现在 的确有一点点的平静 没有看见什么震惊全国 震惊全球的大新闻 竟然可以大汉到9号 这次算是不错了 但是到了1月9号 没有了 轰动全国 很快的这个消息 轰动全世界 全世界都会知道 全世界听到都吓坏了 所以这个是临时插播的 新闻不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但是没办法 因为这个新闻呢太过太过令人 吓到太过太过令人轰动 吓到人家呢以后不敢来马来西亚 投资了 是什么事情 是那个网红传教士呢 那个UAI呢 应该都知道UAI是谁啊 他就突然间讲了 哎呦因为很多人呢 从小孩子呢 到大人呢 特别是女生呢 睡觉的时候呢 都会抱着那个玩具熊嘛 抱着那个玩具熊嘛 特别是那个Teddy Bear 其实呢 以前我 我小时候 我的熊呢一直一直有在我的船旁边的 陪伴到我20多岁 我的熊还是有在的 啊 就是每个人有时候 把熊放在那个船那边 放在房间那边 有些人还直接 那个熊够大了 还抱着那个熊睡觉 现在呢 那个传教士跟你讲了 因为哈拉 不可以啊 这个违法的 你不会得到祝福的 天使会来到你的家的 然后你的家里呢 不可以有这些偶像的 不可以有这些熊啊 这些伯伯啊 那些什么 Pikachu啊 Pokemon啊 不可以Spiderman啊 不可以Superman啊 不可以那个什么 干蛋啊 不可以 不可以有这些偶像的东西 有这些东西呢 都是哈拉的 所以 果然来搞这个东西了 要知道吧 今天呢 其实是好消息 知道吗 所以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股票呢 终于呢 起回1500点了 啊 因为这前几天呢 人家大买那个马股 外资重复回来了 看到马来西亚不错了 看到马来西亚很好的 好了 好了 今天呢 你不可以报熊睡觉 好了 不用看了 一定跌回1400点了 吓死人 纯世界呢 有几个国家呢 敢禁止人家呢 抱着那个熊睡觉的 马来西亚啦 哇 真的是 当这个消息传到纯世界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呢 我们会难看的 以后啦 以后我们马来西亚人去到外面呢 一定会给人家嘲讽了 一定给人家笑的 哦 马来西亚来的啊 听说你们不可以报熊睡觉是吗 OK 我赶快挖一个洞躲起来 没办法 啊 啊 我们来看那个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现在开始 不可以报熊睡觉了啊 包括熊睡觉呢 是哈兰的啊 哈兰地头等干啪洞 像Teddy bear Teddy bear 那个无用无故坦僵 因为Teddy bear比较出名啦 当然还有其他的Bebe 来自UAI 然后英文报也 但是啊 他也是有AI讲的 啊你们这些Bebe呢 都不可以啊 所以现在开始呢 果然来 果然来打这些Bebe了 你家里有这些东西呢 都不可以 你总之你 信宗教 就不可以有这个东西 啊 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了那些 啊 信道很极端的 那个 那个是西方教 啊 不是阿拉伯教 啊西方教那些信道很极端的也是吗 啊不可以有公宅的哈 不可以有Bebe的哈 啊现在想不到呢大马的那个新阿拉伯教的呢 也来 搞这个东西了 啊 成年者与娃娃工程呢 乃是违法叫做Haram 啊 他说这些小孩子往往还可以 但是他也不鼓励小孩子去玩这些东西 啊小孩子以后也 也不要玩 啊他说这个是Haram 啊 他说 他就要提醒那些家长呢 啊不要再买了哈 你再买的话呢天使不会来祝福你们啊 啊这些是 违反 教育的 所以呢 各位观众朋友 啊马来西亚呢又创造历史了 马来西亚呢又创造举世震惊的那个新闻了 啊 你看今天呢 是马股呢 哇我们终于终于回来了 啊今天为什么涨到1500呢 主要是那个 那个AOM 那个AOM公布了 他要做那个 银行网络银行的 那个科技股大展 金融股大展 那个 那个还有就是 阿萨达 啊 小康呢 也要那个 公司呢也要开那个网络银行嘛 这个是 好消息嘛 所以科技股带动之下呢 我们一口气呢 砰回来 1500点 但是很快的 啊 看着不可以报台地盘呢 我看呢 等下又守不住了 啊 然后呢 啊 那个 邓州啊 不过呢 陈甘露呢 宣布呢 星期五强制休息两个小时 啊 他们星期五呢 是 本来是休息的 但是 你要知道呢 那些商家呢 哎 人家拜六礼拜做工的嘛 他们拜五就是拜六礼拜啦 OK 总之 你在 邓家楼做生意 拜五那两个小时呢 强制停止 强制关店 啊 你看是不是 啊 他们呢 就是想办 想尽办法叫人家停止 想尽办法叫人家关店 想尽办法呢 禁止这个禁止那个 你看 现在 睡觉不可以有Teddy Bear 房间不可以有Teddy Bear 那现在开始了咯 拜五那两个小时呢 全部关店 全街关店 全部人不可以做生意 来来了啦 啊 是不是 啊 并城的就不同了 啊 那个 因为昨天有也是有那个演员讲上要给外劳 开那个 麦基 卖鸡店 啊 并城宗教师呢 这个就不同了 美来西亚那里可以开 开那个卖鸡店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法米呢 你那天讲了 要对抗那个 极端 宗教 哎 讲 你不要讲罢了哈 现在够极端了没有 啊 Teddy Bear不可以报啊 够极端了没有 法米 啊 会讲了要会做啊 要赶紧开始做啊 啊 你要找这些呢 啊 这种呢 震惊的传教士呢 啊 多来讲话 啊不是去找那那些呢 啊 不可以抱Teddy Bear睡觉啊 不可以找这种的 传教士呢 继续去散播 那种东西了 啊你看那些人呢 他们一直拿宗教呢 拿来散播来破坏那个 那个种族跟民族的和谐 啊 你看那天呢 啊 你看那个华人看见马来人掉进水呢 啊这个我们华人uncle嘛 现在很聪明嘛uncle uncle 这个他 他爬山 他爬山游泳 抓鱼很厉害的 哇那天看到两个马来人掉进这个水沟啊 那个车被冲走啊 车到现在怎么会找到啊 哇他是 想都没有想啊 直接跳下去了 把这两个马来人救上来这个马来人现在 大大的 感谢这个uncle 啊 你看啊 华人呢看见马来人有难了 啊他都没有想自己有没有危险的 他就自己也被冲走啊 他以后他回来他抓鱼的 他抓那种很大的鱼 他不是抓小鱼的 那他爬山的 那算是ironman的一种啊 他就跳下去了 你看华人也是救马来人吗 你华人有难的时候呢 那些马来人呢 你在半路上车祸 真的是diamone jet 马来人也是第一时间呢 下来救你的知道吗 啊华人呢 啊 华人呢拿手机拍你啊 跟你讲啊 是不是 啊 所以呢 那些人呢 就不要再继续呢 破坏马来西亚的这种 和谐 谁不明白 信宗教呢 啊 为什么要信到这样极端 我也不知道 啊 因为信道呢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这个不可以做 啊 现在 够力了 啊 星期五你强制关店两个小时了 啊 家里的你有这些 把动把动啊 这些被被啊 通通跟我丢掉 通通跟我烧掉 啊 以前 以前就 以前我就遇到了嘛 那些 你华人家家不是灌两立灯笼 他讲不可以哦 那个是西班教 啊 那些人家不可以灯笼给我丢掉 灯笼是魔鬼 也是很极端的 啊 你看 真的是不明白 这些人啊 啊 总之呢 宗教呢 你信宗教 好像 好像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是一个宗教信仰 很虔诚的人 你看我 我素食30多年 啊 我超过30年吃素 你讲我对宗教不虔诚 我虔诚过任何一个人 啊 但是你们有听过我讲 这些很极端的东西吗 啊 我有没有讲过呢 啊 这种的啊 不可以家里不可以有熊 家里不可以贴那个spiderman 家里不可以有superman 不可以有wonder woman 啊wonder woman可以spiderman不可以 啊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吗 你们有被看见呢 啊 我把那个宗教带进我的生活吗 我也不会去传播任何宗教的东西吗 工作 生活 啊 那个做事情企业 跟宗教是分开的吗 啊 我虔诚的时候我禁止我祷告 啊 我素食 啊 我灵修我做任何东西呢 啊 那是我我的个人的 行为 我我与神之间的那个契约吗 但是我不会把这个东西呢拿来影响你们了 啊 拿来干涉你们的生活啊 这个 这个很 我很了解的 然后你看我的 我现在跑步了肚子小了 你看但是我的 大度能容天下是你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包容啊 你宗教信道越虔诚了你应该可以包容越多的东西 包容越多古古怪怪的行为 这个才是呢信宗教信道对的人嘛 而不是呢看到灯笼不可以 啊 看到那个spiderman不可以看到 也不可以 啊 看到那个 也不可以看到 也不可以 啊 你这样子呢 啊 这样子呢 怎样生活 最煽动 啊 介绍你煽动 那是不是 各位观众朋友 看见这个轰动全晚的这个新闻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现在开始不可以抱着那个熊熊睡觉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6 6 7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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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00